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去年11月开始先已经开始往上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人已经把美牛这个事件 踩在地上了 现在要全力发展是跟美国谈论更进一步的自由贸易 目前台湾落后 如果现在开始台湾跟韩国 就是跟欧元区谈所谓自由贸易 如果现在谈起根据数字 要10年后我们才可能跟欧元区谈自由贸易 但是目前看起来韩国可能在两到三年之内 就可以跟严苛的欧元区 对 就是能够谈到自由贸易 美国内地下今年已经开始 对 已经开始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立法院还在一开议 那么我们的陈冲院长要上来谈论 今年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事情是 一排人站在那边站了一整天 我们还在为美牛这件事讨论的时候 韩国人已经把美牛抛弃了 而外资已经很明显的 他看起来他在压对另外一个方向 不是台湾 很明显这金额已经告诉我们数字了 因为这次这个马英九总统提到这个脱胎换股 其实我们没有多少的这种时间 每一个关键点都是如此 这是在从无论是从这个四季 四季韩国是从这个13年开始 我们台湾可能从15年续照 或者到这个17年才可能正式的来商转 可是即使说要快一点 也提到跟这个15年 但是韩国已经在13年已经开始了 那么DRAN最近也已经不用讲了 什么居然台湾要连美跟连日 然后去抗韩 还有这个宽平的这个速度 宽平的这个速度 韩国远超过这个台湾这种情况 可是今天你如果翻开报纸 大部分大家都不会注意 一看这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慧说 台湾生机业也落后韩国 台湾生机业起步很早 到现在为止落后 这所有的这个背后 我们稍后让观众朋友 这两方面 一个是韩国的问题 一个是我们台湾自己的这个问题 是 林先生 我想 韩国超越台湾 这个很明显的 最近我们在讲四大产业 台湾最凄惨的四个产业 这三个里面 都是面临的对手都是韩国 TFD LCD面板 齐美友达面对的是三星LG DRAN大家不用讲 大家知道三星LG也是最大 三星跟这个海力士是最大 那LED最近不是也提到了 韩国是第一个全世界40瓦的这个LED的灯泡 降到10美金以下 那这个是三星LG的杀价促成的 那刚刚讲到生机 我觉得生机其实 这个行业其实已经 韩国已经领先很久了 那只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翁院长把他讲出来 台湾叫了很久 对 台湾 台湾叫了很久 台湾动了很久 台湾讲了很久 韩国已经有四个药 是在全世界是被 就是说已经获得那个新药的药证 那这台湾都还没有一个 那韩国已经四个 那另外我讲一家公司叫Sailtrain 这家公司是韩国一个 非常可怕的一个投资 它在投资了十年 它是做抗体药的 它做的这个产量有250万升 这个250万升是全世界其他的药厂 都不敢做的 但韩国做到了 那我觉得就是说生机业 其实我们讲了很久 韩国已经超前我们 这是我们今天马上 从观众朋友来了解的 那么接下来观众朋友 可以先从韩国 韩国是又尖又诈 除了这个玩意什么都不会 那今天可以有这么多的 一些的超越吗 这个可能绝对不是用 这个又尖又诈 来解释韩国今天的成功 这是国家竞争 我必须要讲 涛哥 姑且先让 容我让 形容一下台湾人现在的生活 我们讲比较轻松一点 刚才数字也许太严肃了 我们现在小朋友看的是 Super Junior跟少女时代 然后我们妈妈看的是大长津 我们爸爸开的汽车是奇亚跟现代 然后我们在家里面 也许我们现在观众朋友 看的电视是LG的 然后打开冰箱也是LG的 然后你手上用的手机是Galaxy 2 就是台湾人的生活 你到韩国去呢 我去搜了两次采访 我们路上没有看到 几乎没有看到过外国进口车 全部奇亚现代大 韩国五大车厂的车子 那讲到这个就很严肃了 为什么 我必须要讲 玉龙VS现代汽车 台湾汽车外销比韩国早 我们民国52年就有第一台汽车外销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们玉龙真的汽车外销是民国72年 那我跟各位比一下 1988年福特有外销 陶哥汽车业最清楚了 现代汽车哪一年成立的 1967年成立的 玉龙哪一年成立的 1953年成立 换言之玉龙比现代汽车早成立14年 现代汽车去年全世界产销多少辆 容我跟各位报告 660万辆 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厂 丰田 トoyota 去年全世界产销接近900万辆 现代汽车已经660万辆 那我们玉龙去年 全台湾包括中国大陆产销多少辆呢 20万辆 我们三亿厂年产人 玉龙11万辆 加上菲律宾厂36000辆 以及今年在杭州 萧山 玉龙马上投产的12万辆 那玉龙预计到2018年 它的全能产能是50万辆 对不起 韩国现代汽车到去年 全球产量660万辆 那韩国去年五大车厂 全世界产销775辆 同比成长13.4% 它还要比前一年再成长 这个接近两位数的一个 两位数以上的成长 好 那我就必须要问了 那我们台湾汽车产业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我在这边讲这些数字 并不是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台湾跟韩国有很多的产业 竞争率已经急剧拉开 汽车产业就是其中一个 但是你回到不要说太久 15年以前台湾几乎是 病假趋势甚至于远远超过的 可是台湾的这个问题 我们这方面很多 先了解一下韩国的 其实这个除了刚才讲到 这个四大产业科技产业之外 那我比较熟悉的是那个文创 那你不要讲说电视 还有时尚 那你刚刚讲现在的小朋友 现在小朋友年轻的男女孩子 他们都是看韩剧 然后去搭配 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 是严成旭 他要派一个偶像剧 那他花了30万台币 到韩国去买衣服 买他在这个剧里面 要穿的衣服 所以我们 然后我们的政府 经济部就推出了一个计划 叫做要把孟甲变成东大门 就是去年5月 那我最近还到万华 这个去看了一下 那个很凄惨的 我们那个纺织业 在这个万华那一带 他没有一个区域性整合发展 你怎么发展呢 所以这个感觉到 就是我觉得基本上 他的品牌很早 在宏基在做品牌的时候 李国鼎先生就已经说 我们要有品牌 那个时候就已经三星 这个金星 那个LG 后来他还改名字 那现代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要做品牌 我们要做品牌 结果我们好不容易 现在才有HTC 而且还现在正在努力当中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国情不同 凭良心讲 我们的总统的领导的 这个他的 他的格局跟他的基础不同 你像李明博 他不必这个连任 所以他前一阵子为了去争取一个核能电厂合约 他可以自己亲自上马 对不对 自己到那个国家去 所以基本上这个三星的总裁的李建锡先生 他讲的那句话 我觉得最适合现在的国民党的主席 这个马英九先生 什么都能换 只有太太小孩不能换 问题是我们的总统做得出这样的事吗 我们的执政党 当然韩国的政党不同 我们执政党太在意在野党了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在野党 这稍后会在野党 所以韩国的进步 基本上 但是可以安慰的是 其实中央情报局的很多的资讯显示出来 他做的那个最明显的数据 我今天去查了 就CIA做的最新的数据 其实平均的这个人民的购买力 我们是高于这个韩国的 我们的失业率这个 虽然比韩国要高 大概去年底高了0.9 但是还是很好 我们的外汇存递比他好 我们的这个基本上 我们的这个 尤其是我们的贫穷线也比较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整体来讲 我们的数字好 可是为什么展现在数字上呢 没有展现在感觉上的 台湾比较王子菲薄 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如此 我想你这边用这个句话来解释 用英文写 就是你比较好解释 就是韩国人他知道他要什么 但是台湾人现在还在问 那我们要什么东西 我想过去这12年 就是满有执政之前的12年 我自己感受很深 因为我住在竹北 那我们知道生计园区就在竹北 可能大家都知道 那个区已经划分 已经划那个地方 大概躺了已经大概十几年了 之前那边是一个荒烟漫草 一直到最近的三年 突然间就是盖起来了 他说我今天很好奇 说这生计园区就是2000年 我就听说要盖在竹北 而且地都看到了 那我还知道原因是什么 原来是在草 是到底应该是台大来主导 还是中原院来主导 为了这件事情 阿扁年代就草了八年 最后结果就是 这两个都不要草了 就是这位我们说翁齐慧来了 生计园区出来 所以我们台湾是一直在想说 我们到底要什么东西 刚刚讲到那个就是 我们说的韩国剧 那么最近三星在拉丁美洲 是以压倒性的胜利 占营所有的手机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这个拉丁美洲 很难讲 拉丁是讲Amigo 是讲这个拉丁语 但是他很难讲 韩剧用拉丁语应该怎么表达 就你知道在韩国人也是 打开电视里面都是韩剧 所以当然开就要开韩国车子 那么当然就要用 就是韩国的这个手机 当然让这个我们的 这个国台免紧张 马上要去巴西赶快设场 因为再不来 韩国这个拉丁美洲 就是韩国的 这里抓到一个重点 韩国人知道 因为当时韩国人 就受日本文化侵略 早期受到中国文化侵略 所以他火大 他把汉城改成首尔 所以很清楚是 要把韩国文化带出去之后 他所带动是所有产业 全部往上提升 所以这个韩国大概是 跟我们这个台湾 这个整个的文化 这个国情 这个政治的体制都不一样 韩国的这个公司 跟我们这个台湾公司 你也不能说就苹果 这样比苹果也不一样 完完全全 它就是一个国家的 这个支持的这个企业 从三十年以来 一路如此相容 可是这个情况 在韩国它虽然是一个 都是一个所谓的 大的这个集团 大的一个财阀 它有很多的坏处 但是它的目标 是非常清楚的 我觉得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讲 固然这已经是一个事实 可是我们可能更要认清一个事实 就是我不认为我们有机会 在这样子的一个检讨 跟反省深中 迎头赶上 让有一天 我们仍然可以跟韩国并驾 你怎么讲的这么残酷 你讲的这么低层 又这么残酷 然后在所谓的四小龙的排名当中 然后我们似乎呢 又可以跟南韩一较高下 我认为那个机会已经没有了 那如果要做一些历史的回顾的话 刚刚可可姐讲的那一部分 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进入思考的 台湾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啦 台湾其实在相对于很多的分配面来 今天固然我们的分配面 并不是很满意 可是比南韩来讲 其实可能还好一些 那还有一些就是说 属于就是说实时值的 就是说经济体制的内涵的部分来讲 如果不是用个别产业的竞争力 的这些方面来表现的话 其实也不差 可是毕竟从整个国家气象来看 台湾确实输掉了不只是产业 而是输掉了整个国家的气象 这固然有一些 有一些是属于先天体制上的问题 两个两个关系限制 台湾限制太久了 今天南韩 联合国里面他有秘书党 在WHO等等这些组织里面来讲 只要是重要的国际组织 他都可以卡的三亿 然后你还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他今天篮球赢我们 棒球赢我们 足球赢我们 奥运赢我们 亚运赢我们 他在所有的他能够去表现 他一个就是大国气象 即使他人口五千万 不过台湾的两倍而已 他只要有机会的时候 他一定要努力的 撑咬撑紧那个大国的样子 这种的气魄老实说 以台湾现代的整个的 一个社会性格来讲 我觉得是办不到的 我们基本上都在教育 我们自己说 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小国家 我们从个小国家的方式 去经营自己 我们不要在大宗人充胖 硬要把自己装成一个大国的样子 南韩我觉得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在撑起自己的大国气象的过程当中 他也曾经遭遇到很大的挫败 但是我觉得当他在1997年98年金融风发 他整个趴下去 然后整个国民所的腰斩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觉得最糟糕的是台湾在那个时候 当南韩趴下去的时候 从我们当时的国家元首 带头在嘲笑南韩 那你看你如果还记得李登辉那个时候讲话 觉得南韩最少2010年以前是爬不起来的 10年之内的不可能回来 可是10年之后他不但会回来 回来之后还超过我们 而那个时候 我们在那个时候 当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 我们竟然画地自现 做了一个借机用人 就当南韩从全球市场大撤退的时候 台湾竟然主动的撤退 人家是被动的 然后全面晋级的时候 我们自己把那个市场 就给画地自现了就不要了 我觉得那个时间点 包括整个亚太营运中心的机会 是失去香港在回归之后的混乱 1997年98年 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代 台湾失去了机会 台湾那总是过去了 即使你说我现在 整个台湾说我们全面性的聚焦 能够奋战 你看到这种情形发生了 没有发生了 你知道是刚才汪先生讲说 是不是知道 我们到底要什么 不知道要什么 你就看上个礼拜五的这个立法院 你看这个礼拜五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立法院 连一个美牛问题 美牛问题已经变成个愚人国 美牛问题今天看不到政府 美牛问题今天看到是民粹 这是我们稍后来谈的 可是你刚刚提到 其实就是一个企图性的问题 这个是我悲观的第一次 就是一个企图性的问题 那整个的韩国的企图性 它的政府的企图性 跟它民间 跟它的公司的企图性 全部表现在它的市场上 没错 我想国家目标混淆 模糊不清是我们国家当前 最严重问题 我之前在行销服务业服务 我做过一个实在是很 很没有人开的车子商用 声揚汽车 有个叫Korondo 我这敲起来 我告诉你 那很像恐龙一样 韩国跟我讲说 你不知道 Korondo是Korea can do 我那时候第一次正面跟韩国人接触 我觉得韩国人比日本人更恐怖 我这恐怖不是坏的恐怖 是他们的执着 他们的那种奋战的那种意志力 真的 连日本人都吓一跳 有一个中科的老板 他帮他们公事 我会想洗了这一段新的一句话 因为他们的竞争者就是韩国人 他说 除非你有让人服从的实力 不然就只有接受别人的规则 这个老板每天跟他的工程师讲说 我们每天在接受韩国人的规则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们就注定做一个模仿者 追随者 甚至随时接受韩国 主宰我们国家的产业命运 从一个稍微深刻一点角度去看 台湾的产业 或是整个国家的思考 有点问题 台湾很多 像以前我们老师常讲说 企业在基本两种经营模式 Cost down 就是把成本弄低一点 它是一个所谓效率经营的模式 台湾满擅长的 可是这几年我们只满足这个 韩国人一方面满足这个 但是一方面他要做value up 他让价值提升 而且他不是只是硬体价值的提升 软体的 传播的 文创的 各方面你想不到 他都在value up 他在做创新模式 我们今天看那个MWC 那个叫通讯行动大展 宏达电推出很精彩的手机 可是回来再看韩国推出来的手机 真的是不慌多让 说真的 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产业 都面临韩国人最直接严苛的挑战 最后我想跟台湾老百姓讲一句话 我们以前学经济学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市场最大的功能就是在淘汰错误的实验 台湾人反省 韩国人不可怕 但我觉得他值得尊敬 但是重点是台湾人 为什么还在做错误的实验呢 是 所以大家晓得目前的这个可能的这个状况 你说这个唐强龙先生刚刚讲的这个很悲观 是因为看到台湾目前好像还是在那边一个泥澜里面绕不出去 我们稍后观众朋友可以集中焦点 你们几位研究韩国很多 所以让大家先了解一下韩国政府 还有他们的公司的那种企图心 那么说韩国公司大概都很大 韩国公司真正不是可怕的地方不是在大吧 可怕的地方是他敢看到未来 敢看到投资的 不论是他的未来的R&D 未来的人才 你在1989年你刚刚讲的 福特六合也有这个车子外销到北美市场 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公开在全世界讲 If Kia can do Taiwan can do better 我们那时候是真的比Kia do better 但是没有什么用后面的整个的政策全部一样 你像这个玉龙一路走来非常辛苦 也拼了老命最近也冲得很好 可是那整个的那个气势 那个国家你每看几年就要看 这个政策会不会改变 这个是台湾还没希望 这个不是台湾能够发展的地方 我们稍稍听一下 韩国怎么发展出来的 We go for it All new Infinity M